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日前宣布,对其以色列所有员工的薪酬结构进行调整,永久性提高基本工资。 根据发送给员工的内部邮件,基本工资将上涨约8.2%,使员工的固定月薪总额实际提高约10%。 此前,英特尔为以色列员工提供的薪酬方案,包括四个部分基本工资、季度利润奖金QPB,与公司整体和个人业绩挂钩的年度绩效奖金APB,以及一项特殊的以色列部分。 在新架构下,英特尔将取消此前根据绩效波动较大的以色列员工奖金,并将其并入员工基本工资。 此举使英特尔以色列的薪酬结构与英特尔全球所有分支机构的薪酬结构保持一致。 薪酬方案的其他部分保持不变,员工将继续照常领取季度和年度奖金,并通过公司标准的薪酬流程获得股票奖励。 英特尔表示,此局旨在为以色列员工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员工将不再领取波动不定的本地奖金,该奖金有时会在业绩不佳的季度大幅下降,而是享受稳定的月度增长。 过去几年,公司业绩不佳时,以色列员工的奖金有时会被大幅削减甚至完全取消,导致部分员工的总薪酬在某些情况下仅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 基本工资的提高也将带动所有社会福利和退休金的增加,因为这些福利和退休金都是按基本工资的百分比计算的。 随着基本工资上涨8.2%,英特尔在以色列的员工在社会福利、薪酬和培训基金方面也将获得相应的增长。 此外,由于奖金也是按工资的百分比计算的,因此奖金的绝对值以谢克尔计也会增加。 根据内部消息,新的薪酬模式将于2026年1月1日生效。 2025年的以色列部分将在2026年2月的工资中最后一次发放。 英特尔做出这项决定之际,正值其全球业绩强劲增长之时。 该公司近期公布了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营收达137亿美元,结束了此前的一系列亏损。 自年初以来,英特尔股价已飙升约95%,并且该公司已宣布从投资者和政府获得近200亿美元的新资金承诺。 英特尔以色列公司目前在三个研发中心和位于基里亚特加特的一家制造工厂,雇佣了约9300名员工。 针对这一事件的询问,英特尔回应称,他们正在调整以色列员工的薪酬,以提供更大的稳定性,并确保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 这些调整体现了英特尔致力于成为以色列一家有吸引力且负责任的雇主的承诺。 另外,特斯拉执行长埃隆·马斯克表示,该公司计划建造一座巨型晶片工厂来生产人工智慧AI晶片,并公开表示,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可能会与英特尔合作。 特斯拉正在设计其第五代AI晶片,以支援其自动驾驶计划。 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马斯克阐述了潜在的制造计划。 你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和英特尔合作。 马斯克说,他们还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与英特尔进行讨论,或许是值得的。 陷入困境的美国晶片制造商,英特尔拥有自己的晶片制造工厂,但在AI晶片竞赛中远远落后于挥达。 美国政府最近收购英特尔10%的股份,而英特尔需要为其最新的制造技术寻找外部客户。 受马斯克讲话的影响,英特尔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4%。 马斯克取得了一项重要胜利,股东批准了其未来10年总额达1兆美元的薪酬方案。 这是对其将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转型为AI和机器人巨头愿景的认可。 马斯克此前曾暗示过推出AI5晶片,并重申特斯拉正在与台积电和三星电子合作。 这些AI晶片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提供支援,包括FSD软体。 特斯拉目前使用的是第四代晶片。 马斯克称,AI5晶片将于2026年少量生产,大规模量产要到2027年。 他还补充说,AI6晶片将使用相同的晶圆厂,但效能将达到AI5的两倍左右,预计将于2028年中期实现量产。 马斯克表示,即使它们根据供应商的最佳产能进行推算,仍然不够。 所以他认为,它们可能需要建造一座特斯拉超级晶圆厂Tesla Terra5。 它类似于Digafab晶圆厂,但规模更大。 它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达到它们所需的晶片产量。 所以他认为,它们可能不得不建造一座巨型晶片工厂。 这是必须的。 马斯克经常用抽象的语言谈论他对公司的愿景,他没有透露建造这样一座工厂的具体细节,但他表示,特斯拉计划建设的晶圆厂初期产能将达到每月10万片晶圆,最终将提升至每月100万片。 晶圆产量是衡量半导体晶圆厂产量的指标。 他还表示,这款晶片将价格低廉、节能高效,并针对特斯拉自家的软体进行优化。 马斯克说,这款晶片的功耗可能只有汇大旗舰级Blackwell晶片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制造成本仅为后者的十分之一。 马斯克说,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他现在对晶片相当着迷,他满脑子都是晶片。 与此同时,近日,英特尔公司向华盛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其前员工Jim Fine Luo在离职前窃取了大量机密文件。 根据英特尔提交的诉状,罗锦峰自2014年起在英特尔担任软体工程师,工作地点位于西雅图。 今年7月初,英特尔通知Jim Fine Luo即将被解雇,并告知雇佣关系将于7月底正式终止。 据英特尔方面称,7月下旬,Jim Fine Luo试图将一份文件从公司笔电下载至外部硬碟,但被公司内部控制系统阻止。 然而,5天后,罗锦峰再次尝试并成功将18000份文件下载至另一存储设备。 这一文件传输行为触发了英特尔内部调查。 公司表示,在随后的数月内,曾多次尝试联系Jim Fine Luo但均未果。 由于无法与Jim Fine Luo取得联系,英特尔最终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至少获得25万美元的赔偿金、律师费用,并请求法院下达禁令,禁止Jim Fine Luo披露任何机密讯息。 英特尔没有说明Jim Fine Luo失业的原因,但值得关注的是,英特尔去年夏天在全球范围内裁员超过15000人,目的是削减成本并提高业务效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接触你一秒钟。 Beta reports些的帰弓填误发现,降下达于于毅梦里的谷物非常与英特許的所以言及 North田谷ES港幻尝位。 不这三昹端的缴,提交?,说嚒誤 energía強度有余的席子合余都是雨国的其他传引力站分。 yep,毫底的曾经移转日我们的原idan被拉后拴部弗元林的迷范 Zhang。